知名期刊自然公布新研究 内容强调虽然吸烟率自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下跌以来 直到2024年仍是全美范围内可以避免的最大健康杀手 但平均每一年仍有超过48万美国人因吸烟所引发的相关疾病而死亡 主要原因是吸烟对免疫系统的影响可以持续多年 这项研究还发现吸烟可以导致人体在对抗突发传染病体的时候促成免疫能力下降 且这种影响可能会持续一段很长时间甚至是数年 有鉴于此研究等于也再次强调戒烟对人体的好处 因为一旦瘾君子选择戒烟身体对抗病毒的反应和能力也会随着戒烟而相应提高 不过想要免疫能力完全恢复仍需花费数年时间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